假如手工老师上课不能说不行 通知通知 手工老师上课不能说不行 那要是说的呢 如果说了就每人发一百包年图 哇 校长这个规定好啊 校长英明 校长威武 小苗苗苗老师 说不行两个字 咱们就有一百包年图了 好是好 可是怎么让妙妙老师说呢 这还不简单吗 看我的 超频位开始上课 把年图先拿出来啊 好 今天的我们讲 年图颜色的色彩搭配 你们要好好听啊 老师 怎么了小白 在你讲课之前 我想玩会儿游戏行不行啊 还行不行 当然不行了 上课也还小玩游戏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咱 什么呀 这个年度价一百包呢 哎哎哎 怎么做的 哎哎哎 谁谁谁谁 这人炮火火 这个意思 要把他们听说什么 不都快 最终那是原本子了 好 小白 炮火 你们的一百包年图 到底怎么用呢呀 我用一百包年图 做了一个梦幻大城堡 可漂亮了 我做了一个大游轮 还是豪华吧 我做了一个巨型的热气球 可是年图有点不够用嘛 哎呀没事 老师那不还堵着呢吗 可是上次老师都已经上当了 这次肯定会有防备呀 没事 看我的吧 同学们上课 嘿嘿嘿嘿 老师 上课之前 我要跟你玩一个小游戏 小游戏 这帮学生肯定又想套路 我是不会再上当了 上课呢 玩什么玩呀 老师 我看你啊 不是不想玩游戏 你是不敢玩了 就是笨蛋小鬼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你们这帮学生 不敢玩 我又不信 你们几个学生 还能难住我 这就对了吗 老师 你先说十遍 行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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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脚密扣完 行不行啊 不行 你们刚才听着的老师说什么呀 不行 啊 我什么时候说了呀 妙妙老师不要不承认 校长是听着的 就是 校长这么忙 怎么可能会听这些无聊的东西 妙妙老师 我已经听到了 快带同学们去领年土吧 校长就是这么无聊 老师 走吧 你哪行 走吧 太好了 老师 我都要这四年头了 我每个都要一年 我也是